昨天整合民調出爐 之後可能去藍綠對決 那什麼樣的策略或是證監要提出來 在五月底之前是比較屬於深耕機場的 那六月一號以後 就比較屬於政策面跟文宣面 所以我們都有一定的計畫 我們會按照原定的計畫的節奏 這樣繼續往前走 雙北市的合作 或者是說跟台聯這邊的合作整合的部分 目前的規劃是怎麼樣的? 雙北事實上是首屬生活圈 那我們是有一個叫做雙北生活圈的改造運動 那這個部分我跟柯P已經對外宣示 而且我們的幕僚已經在積極的交換意見當中 事實上柯P跟我都是用在野大聯盟的方式 要希望說結合 可以任何可以結合的力量 這樣才有辦法在雙北地區來打贏這次的選戰 聽說您本身在爭取民進黨 還是想回過當部分區立委 你這部分的話有開始在佈局了嗎 部分區還早 還要兩年 這個也不是我自己能確定的 像目前我只是 我是這個油院長的這個助選 助選團的團長 我想我也可能會成立一個演藝人員的助選團 後援會 那現在再談提到部分區那還早兩年 本來第一次應該可以補上去 但是到目前為止看好像是沒希望 你自己本身有意願嗎? 當然有意願 再回國一次 再回國 所以三年報有任何的事情 只要把他卡一桶電源我一定會搞 只要選一位在立委而已 就要去 廖門把他調去做部門區 啊 現在還在等 欸 第一名就算 最後 但是 我不知道我常常不等兩年 沒有人都會很奇怪 你們都會這樣 過得過的大家很厲害 但是呢 我希望我們這次呢 我們油院長他如果 要市長 要幫我告他 他說要叫一個部門區去做副市長 我就算他補去了 對啊 所以 我們大家來做三天這樣好不好 好 我會嗎 我會想要讓她 看 你 你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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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